卢州重阳福伦社连续四年支持华山基金会 在岁末寒冬之际发起了寒冬送暖关怀孤老的活动 和长者一起手作天灯祈福 还认住了十位长者常年服务经费 让弱势长者得到陪伴的幸福 卢州重阳福伦社日前号召了大约十五位社友 一起来担任一日义工 陪伴华山基金会常年关怀的长辈们 一起手作天灯祈福 还认住了长年服务经费 基于说回馈社会 所以我们要来帮助独居老人 台湾在2025年就会成为超高龄的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会超过20% 所以福伦社可以帮忙 那今年是福伦打开机会 我们也重阳社也愿意 我们整个国际福伦三四九地区 愿意来帮助我们的社区 那来帮助我们的华山基金会 来照顾我们的老人 包括送餐等等 陪伴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帮忙我们的社区 照我们的社会 这一次是我们募集的 我们地词分区 总共五个社募集了 就是十五万金额 然后来请他们志工来帮忙 去做老人一些服务这样子 这就是我们近年度 我们总监所讲的福伦打开机会 把机会创造出来 然后造福乡礼 这是我们福伦社社团的一个心愿 那你现在有什么元素 虽然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从原本共餐改变了形态 但华山基金会感谢包括 卢州重阳福伦社 以及这次一同参与的文德幼儿园 年年都来支持这项活动 那因为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就是可能在 共餐的这一块 对可能会有防疫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改变形式就是有 改由就是寒冬送暖的一个活动 那很感谢就是 卢州重阳福伦社 跟3490地区都一起来支持 还有就是文德幼儿园 其实他们已经连续四年每年支持 那我们很期待就是 在地更多的团体 还有单位可以一起来 响应我们的那个 卢州在地的老人服务 目前光是新北地区 华山旧服务将近1400位的师能 失智以及失医的长辈 基金会目前发起了募集联赛的活动 希望民众或是团体多多响应 记者方建卡林锦于 卢州采访报导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